Om ma yu la gulante sa ho Om ma yu la gulante sa ho Om ma yu la gulante sa ho 尊敬的慈节法师 慈定师 以及我们台湾开城别院的诸位法师们 还有各位法师 以及有缘来到会场的各位大众 下午好 好不好 好声音再大点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一年一度的孔雀明王大法会 我们今天终于迎来了开幕式 迎来了开始 那这个到今年 我们是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那么是第六届 这个五年走下来 成吉斐斩 大家都是见证人 那么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相信各位不是第一次来参加孔雀明王法会 那么从第一届到现在第六届 五个年头过去了 那么大家的变化自己都看到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 实际上就是我们大金要孔雀明王尊对各位的加持 所以是我们为这个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尊贵的宝贵的经典 我们和长之介就是感恩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他老人家慈悲为了救世 在末法时期为我们留了一束曙光 留下了这个大金要孔雀明王经 那么我们也感恩当代传承这部经典的剑儒长老 那他用了自己一生的时间来重新整理 然后发掘弘扬大孔雀明王这个法 我们从内心深处对我们的这个建如长老 那么给予真诚的致敬 阿弥陀佛 然后我们感恩长通法师 那么他是把这个孔雀明王经传播全世界的 继承建如长老的一致的这么一个尊贵的法师 那么我们感恩咱们开成别院的这个慈节法师 那么他是一致陪伴在建如长老身边的 那么这个和他的师父长通法师一起走遍全世界 那么后期他自己也是不劳不辞辛苦 遍布全世界 遍布全世界去弘扬这部经典 这些师父们值得我们去从内心深处去感恩 也感恩我们的慈定师 他这个为护持孔雀明王经 这个为了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弘扬处和修道处 为开成别院的建设和护持这个开成别院的一众僧众 在全世界弘法力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也要感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弘扬孔雀明王经的僧团们 和护持孔雀明王经的所有的你们这些大菩萨们 愿你们的所愿都既令满足 好 请大家合掌 然后感恩 感恩完了以后 请大家放下掌揽 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我们的人类从全世界的范畴来看 现在留下了五大终极智慧体系 那么为我们的人类向更美好的文明的未来发展 那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五大终极智慧体系的传承者 我们称之为传承者 是因为都不是他们自己 自我 自以为是创造和创编的 他们都是传承者 那么都是传承古代远古的时候的圣者 智慧者的智慧 那么我们知道的本师释迦牟尼 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他是印度的 关于我们人类终极智慧的传承者 他不是独创者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是谁讲的 这是释迦牟尼 活着的时候他老人家特别强调的 他讲说如果有人说我讲经说法是为绑佛 就是诽谤我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他说是他一辈子没有讲过任何经 没有说过任何法 为什么 这些经法都不是他自己的 都是从古佛传承来的 那么未来佛也要像他这样去宣讲 因为他讲了只是两大实相 一个就是宇宙的实相 一个是生命的实相 这个实相只是描述 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去创编 或者是火编烂造 所以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了孔雀明王大法会 那么来和我们的法师 他们这些法师们会引领我们领众 我们一起来诵念孔雀明王经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这部经 它是一个传承 在这个经中 那么释迦姆尼讲 这是七佛开始就在说的一部经 而不是释迦姆尼 他创编了这个经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很有福报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不只是只有科学 更重要的是有文化 这个文化的目的是什么 在中国古老的义经中 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什么是文 什么是画 文是文明 所以是在义经中说 文明已值 画成天下 文是文明 画是画成 文明已值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人活着这一辈子 你就干好一件事 你就是要把自己文明起来 那么你只有文明起来了 你就可以指了 这是最高的目标 所以说文明已值 只欲文明 那么你只要达到了文明的高度 那么你接下去 可以画成天下 画成自己的天下 一个商人 他的企业帝国 是由他的文明程度 画成的 那么一个思想家 他所影响的一个世界 影响的范围 这样的一个天下 是他的文明 画成的 一个圣人和凡夫的不同 就是在于他活着的时候 不仅能够画成一个 有形有相的天下 他还能够画成一个 永恒的净土 永恒的极乐世界 所以这是人类最高的一个追求 终极智慧的追求 一定是画成自己的命远净土 画成一个极乐世界 让我们一切有缘的大众 和我们自己有缘 通过量子纠缠 纠缠不清的普洛大众 能够上到我们的 升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极乐净土 去净化自己 去升华自己 去从六道轮回中 脱离苦海 而究竟圆满的一生成就 所以这个画成天下 在圣人这 圣人这个地方 它是画成两重大天下 一重是活着的时候 在世间的一个美好的天下 可以让所有和它有缘的众生 在它活着的时候 因它而快乐 因它而幸福 因它而开悟 那么当它终结此生的肉体的时候 它会引领着大众继续去到它的天下 那就是极乐净土 秘延净土 秘延坛成 这个在佛法中 叫色究竟天 在十八重色界天之上 有一个色究竟天 在那里是我们的这个长济光土 是一切的圣者 以静色深而生存而活着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知道 古老易经中所说的文明已知 你是否能够在活着的时候文明 在死的时候 我们的肉体不存在了 你依然还文明着 你这个文明之光 可以引领大众 我们一般的食宿的人 在活着的时候 可以影响大众 可以化成天下 死了以后 一切归空归灵 这是没有什么智慧的 释迦牟尼 引导我们修戒定慧三根本学 他的目标 是让我们今生 化成两重大天下 一个是我们活着 可以利落人天 利落普勒大众 一个是当我们解脱 这个肉体 从肉体中解脱之后 我们化成的净土世界 化成的密言坛成 化成的极乐世界 会继续的引领着大众 光明照耀着大众 幸福着大众 所以大家要知道 文明已知 那么你要做到这个水平 你首先要做到 内文明和外文明 共同的双文明 因为外文明 就是你依报 它而生存的果报世界 我们叫依报世界 依报世界要庄严 大家来到新加坡 生活在新加坡 我们很幸福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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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然是人间的一片净土 高楼大厦 美丽的城市环节 像一个花园一样的美丽 这里的马路宽阔 这里的人们幸福 这里没有台风 没有灾难 没有战争 没有瘟疫 没有相互的耳欲我扎 人心简单 一个单纯的 活泼的一个世界 像极乐世界 像净土世界一样的干净 我走遍了世界很多地方 这里我认定它是一个像极乐世界一样的 依报庄严的世界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是外文明 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你说生活的社区 都要像新加坡这样一样的物质文明 有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度 这才是人间净土 人间净土 在人间一定是每个人活在这个地方 很干净 心力干净 环领干净 然后人才快乐 甚至我们人间净土 不可能将来建成的时候是一片垃圾 到处是屋檐瘴气 到处是尘埃 延误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众要一起的为自己的依报世界而庄严 去完成自己的世间法 圆满自己的世间法 要做一个好工人 做一个好经理 做一个好的政治家 做一个好的教授 好的老师 你任何的工作岗位 都是你修自己依报世界 庄严的地方 佛法不坏世间法 佛法不离世间法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都是在家局势 我们身上尖着重大的担子 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美丽 我们要建设我们的社会美丽 我们要建设脚下的这片净土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物质世界 所以我们必须富贵 我们必须有智慧 我们必须有健康 那这个世界才是人间净土 这是我们人间净土的终极目标 所以是大家要为这个 要开发自己的智慧 要彻底的开悟自己的心线 做一个大明白人 做一个拥有大智慧者 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使我们生存的依报世界 庄严的向人间的镜头 那么这是外物质世界的外文明 外文明我们是带不走的 我们如果能够在色究竟天上建立一片 那么能够使所有的大众去了都欢喜的 一报庄严世界 一报庄严尽土 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那些 去修自己的内文明 这内在的文明是回到我们心上的文明 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带不走的 但是我们的那颗心 我们的佛性是金刚 是不坏的 是永恒不坏的 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的 我们如果能够用明王法 激活自己内在的文明 使自己的心从懵懵懂懂的尘埃覆盖的状态中 无明中产生大明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内在的世界而光明无量 而真正的内明 那么这样我们离开自己的躯壳的时候 我们就会真正的用自己的心 既心既净土 既心是极乐 既心是佛国 那么在色究竟天上 建立我们自己真正的密言净土 密言坛成 极乐世界 以我们的愿力成就像这个阿弥陀佛一样的美好的西方极乐世界 像要是佛东方要是佛一样美好的东方极乐世界 以及其他诸佛菩萨的净土世界 都是这样从心地法门中去建立起来的 这是我们的内文明 内文明也就是我们一生成就的佛法的核心 我们怎么样才能使自己内在的心 那么使他的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的光明透现出来 我们就必须明先 我们就必须的见性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 然后我们必须见到那个能够信一切 信空真火 信空真水 信空真风 地水火风空 一切建立净土世界的材料 都从这个信空 这个真光明中的信空中能够化生出来 这个连诸佛菩萨都是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中亦无边 化生出来的 但是他不是我们的意念可以化生的 那么要化成诸佛菩萨 要有无量光 说阿弥陀佛身基色 向好无量 这个 这个 向好光明 无等轮 那么你只有无量的光明 你才能够化成无量的佛 无量的佛菩萨 我们才能化成自己 以自己的愿力而成就的净土世界 所以所有的修行 最后都归到了光明 都归到了大明 那么要使我们的心明起来 明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不是一个想象的概念 它一定要让我们的内在的光 从内透生出来 生出光明来 所以是这个大孔雀 大金药孔雀明王经 它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大金药 这就像一个大太阳一样的 无量的光明 当年释迦牟尼指日为佛 有人说佛到底是什么 释迦牟尼说 你看天上的那个太阳 那么大日如来 那么大孔雀明王 这个尊 他本身在密教中 就称之为 这个大日如来佛的等流生 这在密教中 是这样认知的 在显教中 也认知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佛 那么大孔雀明王尊 是释迦牟尼佛的等流生 所以大家知道 这部经 它的珍贵之处 极珍贵之处 在于这个大金药 所以说在于你内心世界里面的 那个不生不灭的大日如来佛 在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既是佛 众生皆有佛性 皆堪作佛 那么这个在密法中叫不死的明点 那不死的明点 安居在我们的心中先 我们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使这个九重铁莲 包括在这个密言净点 外层的九重铁莲 来自我们八世父母的业力 释放 使自己的这个九重铁莲的 莲心打开 才能使自己不死的明点里的 如来葬性 充分为我们肉体 为我们今生所用 我们就可以寄身成佛 所以我们诵念孔雀明王经 正是基于在于孔雀明王尊的加持力 在孔雀明王经中记载着 从天这个地方到地这个地方 到六道众生这个地方 对我们的宽舍力宽恕力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使自己 金刚不坏的那个不死的佛 能够重生 是因为我们的业力的障碍 我们被蒙蔽了 被张住了 有的人到我这来问 说老师能不能让那些冤金这种不跟着我 然后那么我成佛了 我再去回报他们 我说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把你基因DNA中的 生成细胞的里面的所有的黑子 这个液粒子都释放掉 它相在你DNA的 剪辑的那个链上 成了你障碍你体内 无量光生成的一个绝缘体 你如果能够使这些绝缘的像玫瑰渣一样的 很小很小的黑子都能够释放他的黑气怨气 然后能够使其透出光明来 那这些冤金寨主就不可能再跟着你了 他说那为什么冤金寨主不饶我 然后老是来找我的麻烦 我说冤金寨主不在外面 冤金寨主都在你体内的每个细胞核里面的 那个DNA密码中 以黑子的形式存在在你的内在 不是在你的外在 内成外旧 说内在有这样的黑子 外面感召的是果报 是以各种你眼见耳听 现实能够真正绝受的那些果报 来视线 来提醒你 说我在这 世界上它不在你的外面 它在你的内里的DNA 在你的细胞核里的DNA的 那个黑色的小玫瑰渣一样的黑点上 所以你想不要冤金寨主报复你 不让冤金寨主来讨债 可能不可能 大家说可能不可能 可能的 实加木尼就是这样的慈悲 为我们末法众生 这些业力深重的众生留下了一部经 到叫大经药 孔雀 明王经 这部经有四种修法 一种是事业部修法 一种是行部修法 一种是瑜伽部修法 一种是无上瑜伽部修法 因为大家的层次层次不齐 所以是慈悦法师现在带领僧团 明天要引领我们修的是事业部的 孔雀明王经法 事业部的孔雀明王经法 就是大家通过读诵 念诵孔雀明王经 执念孔雀明王心咒 然后赶召大孔雀明王尊 力临我们的法会 力临这个十方三界一切众生聚集的 这个银贤两态的大坛场中 然后对所有的与会大众 所有的有缘众生进行加持 进行这个和你的冤金债主 重新定理契约 大孔雀明王经的这个尊贵之处 在于它是一部契约 你们新加坡人都懂得理合约 理这个法律文件 那么这是一个在一千二百一年前 七佛第一佛开始和实法界众生 一起定理的一个合同范本 这个合同范本里规定 所有的众生 无论你是实法界中的哪一道 对持念孔雀明王经 修持孔雀明王法 持念孔雀明王心咒者 不得加以脑汗 不得进行干扰 不得进行讨债 如果你还继续讨债的话 投作七分裂 你的脑袋瓜子要开七瓣 像一个西瓜裂成七瓣 大家知道叫头疼如裂 说正是在这样从七佛第一佛开始 后来一直到释迦牟尼连续的七佛出世 都在传承着这部孔雀明王经法 那么让我们这些没有招数的众生 和我们体内体外的一切冤金债主 在这个切密的前提下 他们不再能够向你讨债 和你一起同修共证 共成佛道 这是一个多么尊贵的法 所以大家要知道 除此这部法 其他的没有很好的方法 所以是在经中告诉我们 到第八佛 释迦牟尼连尊佛 要降升地球 把这个娑婆世界变净土的时候 然后他也要宣索这部孔雀明王经法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没有大福报的人 被冤亲债主缠得昏头昏倒的人 是没有这个福报来参加这个孔雀明王经的 那么这靠你们各位 诸位 我们要追求的是不仅仅是让我们的冤亲债主 不再向我们讨债 我们是要还债 把这些冤亲债主的债 利用我们肉身这一生的时间 活着的时间 把它还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释迦牟尼在经中说 我们要建立功德 功德圆满使成佛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建立功德机会 就是你们突破了重重的障碍 进入了孔雀明王法的内团城 有这个福报来修这个尊贵的大经要孔雀明王法 那么请问你们是否忘了某些人呢 忘了他们因为种种的障碍 还没有听问这部法 还没有来到这个会场 还没进到这样的一个密言谈成呢 如果忘了 待会儿我们下午还有时间 因为明天才开始送箭 说你记住 我们在座的大菩萨们 你们有一个使命 待会儿如果真被慈节法师感动了 记住 下午到晚上吃饭时间 大家干一件事 动动手指 把你想到的脑海中浮现的那些人 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说不定你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 总有那么一个人拿到你的信息 他突破了障碍来了 这就是你的无量功德 你知道我们自己被冤亲债主讨债的时候 很苦恼 很烦人 那么你的慈悲心有没有发动 你的菩提心有没有发动 你无始劫 生死轮回中 所有的众生 都是如母众生 都是和你有关系的 都是和你曾经纠缠不清的 通过量子纠缠保持着那么一种亲密关系的 无论他是今生你的冤家 还是今生你的亲家 无论他是讨债的还债的 还是报仇的 还是报恩的 这些和你没有关系 没有量子纠缠 你们不会发生关系 地球上有72亿人 你认识的人又有多少 为什么会认识他们 就是有这个纠缠关系 这不是我说 这是叫科学界定义为量子纠缠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网中 你和所有的众生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所以大家要记住 待会儿大家就狂想 想某个人就给他发个信息 然后帮着他们突破种种障碍 能够来修学 来诵念 来参加这样殊胜的一个大金要 孔雀冥王大法会 这个法会不是为某个人做的 也不是为你做的 也不是为我做的 也不是为OOSS这个团体做的 更不是为一个国家做的 也不是为一个太阳系做的 也不是为一个银河系做的 也不是为一百四十亿年的小小宇宙做的 因为它横跨了纵深一千二百亿年的历史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时空中 有多少人曾经和孔雀冥王经接了法院 今生还没有成功 说是你只需要去点起他那心中的那盏灯 那把火 然后自明是他们的事情 一个人的内文明 虽然是我们自己的那个金刚心不坏 但是总要有人递给他一把钥匙 让他去向内开启自己的那个九重铁帘 八重铁门关闭着的自己的内心世界 使自己真正的那点光透出来 当它透出来 它内鸣了 它就展现出一种亮丽的积极的心态 它的外世界一定是光明的 说是我们孔雀冥王经里面 没有欺骗大家 它告诉大家所愿悉灵满足 因为你可以做众生的满愿宝 众生有任何的祈求 通过你持念孔雀冥王经 持念孔雀冥王心咒 回向给他 他可以得到这个机会 使自己由愚昧而变得大明 冲破自己的无名 所以在事业部的行法中 事业部的修法中 大家一定要虔诚地办 那么我们中央的这一尊 就是这个孔雀冥王尊 说是大家中间我们很宝贵的两天时间 这个坛城会设在这里 每次你进来一定要恭敬敬地拜 那么香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会场的要求 说是你自己看着香炉的香 关着那是你自己上的香就可以了 蜡烛大家可以供 这是光明的一个元气 那么我们会在大佛堂 我们自己有一个明星见性大佛堂 里面为大家点上 所以大家供花 那么使自己的这个铁莲 像莲花一样打开 你才有机会使自己里面的不动佛 然后真正的出来 才能真正的明星见性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为OOSS做 或者为开城别院做 一切都是为了尊贵的你而做 尊贵的众生而做 这个众生来自始法界的众生 突破了140亿年的宇宙 近虚空变法界 所以大家要重视 你的心量要广大 你站的高度要站在高度上 看这个法会 你在广度上要去广泛的思维 这个要广到六度空间 天 阿修罗 地狱 畜生 恶鬼 人道 人鬼道 这个大仙道 然后还有地狱道 所有的众生 这个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广泛度 去普度有缘众生 普度就是一个广大 你要有深度 深度就是要引导众生回归内在 回归你的内心里面去 那个心中心去 我们每一个人是谁 张卜生是谁 你们看拿着一个话筒 站在这儿的人是张卜生吧 但是你们想一想 我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 我叫张卜生吗 我不是 那个时候有没有我 有我 那么你们在娘胎的时候 你们叫今天的名字吗 不是 所以这个名字不是你 这个 曲可今天长成这个样 这不是你 你在想 当母亲怀你的时候 你有多大 母亲刚怀你的时候 只是一个卵细胞 当卵细胞树精之后 复精母卵 一阴一阳结合之后 你有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今天就不会有一个人站在这里 就不会有一个人坐在那里 说是 诸位呀 我们实际上 很小 因为在那个细胞 刚刚有精子和蓝子结合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那里面了 那么这个细胞 今天我们眼睛看不到 要借助科学的一切 我们才能够找得到 那个受精卵细胞 它很小 所以 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我们是什么东西 我们只是一个点儿 这个中文字叫点儿 不是点 点儿 一点儿 一点儿多大 今天量子科学家为我们解密 头发丝的 一根头发丝的 百万分之一 我们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点儿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的灵 这个灵 是活泼泼 光灼灼 光而不要 圆脱脱 那么用今天科学家的语言 它就是一个量子光点儿 它就是一点儿量子 量子 是所有物质颗粒的最小的单位 这一个点儿 就是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 那么小 这就是你的一点儿零 这一点儿零 充满着虚空发解 我们知道水 大海里面 大海里面那么多水 实际上归到最后都是水分子 轻而养溢 结合起来的 那么所有的水都是水分子跟水分子的 一个小圆点 一个小圆点的连接 无缝连接成了汪洋大海 所以当你看到汪洋大海的时候 你忘了那一个点儿 那么释迦牟尼为我们解密的 告诉我们那个零点儿 近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虚空发界有多大 这个光子就以无序的连接填充了虚空发界 小到母亲子宫中的那个瘦精卵 里面都有一个点儿 大到近虚空变法界 就像大海水一样连接的 法界海 都是如帝王猪一样的 光子连接起来的 一个无量光明世界 这一个光点儿 因为染了自己父的DNA 染了母的DNA 这些DNA包括在这个光明点外层 形成了我们今生的园 我们地方阿雷野史 当这个点儿成就了 被这个DNA染了之后 我们跟今生的父母有缘 带着自己的地方阿雷野史 也进去了这个明点儿中 那么我们这个明点儿中 包括在明点儿外面有八重基因 第一层来自今生的父母 第二层来自你过去的父母 上一世的父母 第三层是你再前一世的父母 说是在释迦牟尼中的经典中 要求我们不是为今生的父母 不是只度今生的父母 我们要度过去七世的父母 因为正是这八重DNA 把我们包裹得紧紧的 使自己的内在的光点儿 那点儿灵 不再透出自己本有的活泼泼 圆脱脱光灼灼 光而不要的光明 说这就是我们的业力 这就是我们的障碍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突破这个样子 突破我们的这个明点儿 使它不被外层的八重纠缠 而缠绕着再去生死轮回 所以在大金药孔雀冥王法的第二部修法中 叫刑部佛法 刑部佛法要求我们 观孔雀冥王经的心轮 然后在自己的明点儿心中 观心轮 不是在自己的大脑中 不是在自己的意识体中观 而是要用两个眼睛 把这个光送到心间 送到心中心 在自己的那个明点儿的外层 在今生父母的DNA的那层 中间建起一个孔雀冥王经的心轮 来护住自己的这个心 使它不寐 然后用这个咒轮 转弄起来 放出无量光 先度化和今生父母有缘的DNA中 带来的叶粒子 那这就是刑部佛法 那这比我们只是拜孔雀冥王 只是送孔雀冥王经 它就输胜了很多 这是我们大家要重视的 也就是说在你的明点儿外层 建立起一个金刚网 建立一个金刚护轮 那就是你的孔雀冥王经的心轮 然后使他护住自己的灵不昧 然后不被八宠父母 八世父母的业力所干扰 使自己不再堕入六道轮回中 去生死轮回 那么我们今生就有希望解脱 所以回到心中心 回到自己的心明点儿中 不死明点儿中去修炼 这是刑部佛法 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方法 那么第三步叫瑜伽部佛法 瑜伽部佛法是要求修孔雀冥王尊做本尊 这个在秘法中叫本尊修法 修成功之后 我记孔雀冥王 孔雀冥王记我 然后不二达到一体共针 这个时候你修成之后 你不仅可以使自己自立 还可以立他 不仅可以自度 还可以度他 也就是当你自己修成本尊以后 我记孔雀冥王尊 孔雀冥王记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众生的满愿吧 我可以受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畜生 恶鬼 六道众生的敬仰和供养和敬拜 因为你不是你自己 你是孔雀冥王尊 所有的众生向你习请祷告的时候 你以孔雀冥王的愿力为自己的愿力 让所有的众生所求悉令满足 这就是与家常相义 众生求你的时候 你可以化现成孔雀冥王本尊 而满众生愿力 使众生皆夺 皆得如愿以偿 求富贵 得富贵 求健康 得健康 求子嗣 得子嗣 所求无有不圆满者 这就是与家常相应的本尊法 第四步修法 叫无上与家不修法 无上与家不修法 当你在空性光明中 没有自己的时候 因众生种种的需求而自其本尊 也就是没有你任何的主观意识的引导下 因为众生来求孔雀冥王 你不起任何的念头 你当下既可是孔雀冥王尊 这就是无上与家不 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无为法中 那就成就了无上与家不修法 所以大家要明了 孔雀冥王尊 孔雀冥王经 孔雀冥王经和法 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在唐朝不空大师 唐密的真正的创立者 不空大师 那么一生中 立宏孔雀冥王法 立宏孔雀冥王经 那么他在皇宫中 这个为国泰民安 那么传授使用的 做各种法会的 就是这部孔雀冥王经 那么这是一个黄石密法 那么他传给那些达光贵人 皇亲贵族的 也是这四部 这个孔雀冥王法 所以是在这个唐密时期 孔雀冥王法是极其的受重视的 后来因为这个五宗灭佛 那么这部法 那么被空海大师带去日本 今天我们去日本的寺院中 还可以到处的 见到孔雀冥王尊的这个佛像 那么后来建入长老 得到了这个法本 然后最后呢 就是传播这部无上大法 那么我们今天的开成寺 开成别院的僧众们 他们用自己的全部的时间 利红这部佛法 希望大家知道它的尊贵 它的宝贵 我们要好好地去修学 去践行 好法一步就够 不必多求 不必他求 那么这在于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那一点灵光 这一点灵光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不增不减 我们原本是佛 所以说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心中心 回到自己的中央位上去 叫这个中央中里面去 然后请出自己的不动尊来 然后打开自己的九重铁链 所以大家要和之不法 好好地接下缘分 好好地去实修实证 当然呢 今天我们是在庄严的 这个孔全民王大法会 上面来讲 这个人类的终极智慧 其他呢 我们在文化角度上看 还有四大体系 一个是中国以老子为首的 这个道学体系 也是一个终极智慧体系 一个是以耶稣基督为体系的 这个西方体系 也是一个终极体系 那么还有一些 以穆罕默德 这个为中心的建立的一个终极智慧体系 那么影响着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 那么还有一个终极智慧体系 是以孔子为代表的辱学体系 所以大家要知道 释迦牟尼无意创立一个宗教 让大家对它顶礼膜拜 它教给我们的是终极智慧 终极智慧是三世的智慧 我们要明了自己的过去世 要明了自己的今生 要明了自己的未来世 这三世的智慧告诉我们 我们既是一个零点 我们就不会死 我们只不过是会带着自己的八世父母的业力 再去生死轮回 仅此而已 所以我们的肉身不是我 我们只是那一个小小的点 那个小零点 那个小零点 我们本体就是它 我们死后 这个零点会带着我们整个的业力 再去完成有原法的 有违法的一个生死轮回 大家要明白 不再为这个肉身去奋斗 不再为这个肉身去做安排 你怎么安排 最后无非两个结局 好的结局是把身体埋下去了 不好的结局是变成一堆灰了 变成骨灰了 就这么两个结局 你安排什么 就这么点事 是不是 你安排来安排去 你赚的所有的钱 当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一切都是空花血月 都是过眼眼云 记住 你不会死 你的那个灵不会死 你的身体倒会灭了 你的灵不死 你这一生如果不为自己的灵 安排点什么事 你就太吃亏了 中华文明 今天有人说五千年 最近考古科学发现 已经发现到将近九千年的历史 早在福西市 开演易经之前 中华文明就存在了 那么历史多少年不重要 中华文化最优秀的地方 在于它有三个根 从福西市的异道文化开始 建立了三根文化 做主根发展到今天 那么一个就是我们的佛家文化 以释迦牟尼佛三根本学界定会 为根本的演绎成各宗各派的佛家文化 是中国的文化 传统祖根文化的一个祖根文化之一 第二个根是以老子为根部的道学文化 第三个文化是以孔子为开创人的儒家文化 说一个真正的中华协同的人 你的DNA中实际上已经满满的携带着 如此道的三根文化的DNA基因 你是想否定是否定不了的 这是连着你的血连着你的骨连着你的肉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终极智慧的角度上 重新来看到释迦牟尼本世 他实际上不是希望我们天天顶礼膜拜他 他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的伟大 都像他一样成为真正的佛陀 这个目标不难实现 我们看到在他活着的时候 那些大菩萨们成就的两千大菩萨 都是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那些菩萨们本身还活着的时候成就的菩萨 那些阿罗汉原来不是阿罗汉 他因为跟释迦牟尼修学 实证了原教旨的佛法 实证了一生成就的佛法 然后他们寄自己的肉身成圣 成为不死的阿罗汉 所以大家知道你的肉身如此之宝贵 不要再等来世了 我们就此一生借这个肉身成佛道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为这个目标去奋斗 为这个目标去学习 为这个目标去奋斗一生 那么不要否定它是不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那你只要真正的去实修实证 以释迦牟尼的教化 去内政 去使内文明 使自己的这个小光明点 真正的大名起来 那么在我们的佛母金刚 和这个护士金刚 那么这两个刚才老师讲了 它是什么 它是孔雀明王尊的秘号 这是护士 护的是谁 护的是世上的众生 就是在座的各位 那么佛母金刚 他告诉我们 我们借助孔雀明王法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慈母 关心着我们 我们可以成就一个真正的圣灵 真正的一个不死的金刚身 所以这是金刚佛母告诉我们的 因为你原本就是金刚身 只不过是你迷了 你迷了以后你又不开启 这个不打开这扇门 不打开八重铁扇 不打开自己心中心的 那个真正的不动尊 而只是被自己的后天的肉身的身我 对自己的知见 被自己的知见我 这个见我 叫我知我见 还有自己的身见所障碍 我们被这两重障碍了以后 我们丢失了自己的名点 丢失了自己是金刚 丢失了自己是不死的 这个本相 所以我希望借助今天 我们大家来开这个明王法会 你们自己都要明白自己 王不是别人 王是你自己 这个孔雀明王 是借助孔雀明王尊 这样一个殊胜的 一个经典的开启 明白你是王 你是尊贵的王 你是尊贵的佛 这个不要去外求一个明王 外求一个佛 那么当然在我们没进入行部 瑜伽部 无上瑜伽部佛法的时候 事业部佛法是极其重要的 这是根 没有这个根上面的干和枝和叶 你是不能成就的 所以要老老实实的 不要好嘎无言 要好好的在我们的僧众 这个尊贵的僧团的引领下 然后好好的认真的来持诵孔雀明王经 来持诵孔雀明王心照 大家有缘 是一个数不清多少事的缘分 所以大家要喜缘 这两天放下一切 那么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一年一度的孔雀明王大法会 也记着带你们所有的有缘人都来参加这个书生的法会 我们今天有一些人不明白 说是我们的文化和宗教有什么关系 我们文化的根底全在宗教 那么把这些圣者的终极智慧 通过我们宗教的实证 宗教的学习 完了我们可以得到真实的受用 这是一个科学实验的过程 你用这部经做一个实验 你今天有什么不如意的事 你就在这把这些都发露出来 同时在诵经的时候好好心生大忏悔心 那么你再看《宋王孔雀明王经》 持续送《孔雀明王心咒》之后你的改变 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 OOSS在六年前是一拼入席的 我刚开始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 是连自己的一间房子都没有 我们是借别人的这个会场开始的第一堂课 后来我们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那么开始了 后来又换了一个大一点的地方 很多那些高贵的人到我们这儿来不来了 因为满地都是小墙 满地都是垃圾 他们受不了 因为我们不想杀那些众生 所以他们看见小墙这麻烦葬也不来学了 后来我们又换了一个大一点的地方 不出一年我们换了一个大一点的地方 但今天我们在新加坡 自由地产是一万方尺 没有掌声吗 然后我们在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刚刚在加拿大完成了第二个产业的收购 我们是投入了410多万加币 没有掌声吗 这个都是永久地弃的 你们要得地一定要去这些地方 好好地去享福 我们在金马轮收购了一个 这个现在还在建的 这个要大概两年后交付我们使用的 大概270万麻币 我们正在交易 给点掌声吧 你们知道张浦生喜欢听掌声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在槟城 我们累计投资呢 大概是一千万新币 一千万新币 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从六年前到今天 我们总共使用了 这个支付出的费用 大概又是一千万 因为我们现在每月的费用 我们现在全部世界各国的员工达到五十多人 每月的费用在二十万新币 这一年就是两百四十万 前几年我们还十万新币就可以应付使用了 那现在一个月没有二十万新币 我们就发不出薪水 就没办法正常运转 那么累积了六年 我们又花出去一千万 所以我们到今天 也就是我们这个平台 已经具足了两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价值 给个掌声吧 也就是一个亿人民币 六年的时间 这个掌声不要给我 给我们慈节法师 给慈令法师 给我们的僧团 还有给我们的大金药 孔雀 灵王尊 有人一致以为 老师 你每年搞那么多法会 干什么 因为我知道好用 因为我对你们特别的爱 既然很好用 为什么不跟你们共享呢 但是不要再唠叨了 不是说我都是 是因为真的好用 因为我从一个什么都没有 一个穷汉 六年打造了人民币一个亿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帝国 你们都是见证人 这里面没有夸耀我自己的份 是告诉你 我感恩的第一人就是 孔雀冥王尊 这是我实验成功的结果 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请 开成别院的僧众来 这里面有一个秘密 因为我们的慈节法师 他姓张 姓张就是我本家 为什么要请本家 姓张的DNA 都有点纠缠关系 掌声一下 好像看起来又有点太自私了 为什么不请一个 俗信心理的师傅来 另外他的名字 跟孔雀冥王是分不开的 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苏家名字 猜不出来 张金耀 大金耀 孔雀冥王尊 给他一个热烈热烈的掌声 好吧 看他这一辈子没戏了 啥也别想 就好好的传大金耀 孔雀冥王尊 所以是十分感恩他 十分感恩慈定师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说连个红包都拿不起的时候 我们去提醒 他们说我们只是为红法 不是为了钱来的 没有掌声吗 就这一句话都没掌声 你们是为什么来的 所以说我希望你们是为红法来的 我们个人的荣辱 个人的成败 都是很渺小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像一个流星一样的 穿一下会走掉 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生一生的还要来 因为这里有太多太多我们惦记着的人 这些我们惦记着的人呢 生生世世都是我们的如母众生 像我们的慈悲的母亲 慈悲的父亲 有些人说 老师我想到母亲父亲我不会流眼泪 我说那你想到谁会流眼泪 他说我如果这一生我成佛 我没把我的孩子带走 我觉得我会流眼泪 我说那你就关所有的众生 都是你的如此众生 也可以 因为他是个母亲 所以大家我们不是为自己 我们辛苦的诵经 我们辛苦的修炼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愿天下所有的众生都早日解脱 早日成佛 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 也给你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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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